你这鞋卖的 卖 卖什么不好 卖鞋 这人卖鞋 这人也挣不了哪去 过来 给大爷试试鞋 试试 你穿这个 你小了 你小了 再来一张 再换一张 大了 再来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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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瘦了 抓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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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吧 这叫大清人 踩大清的江山 你们汉人呢 也就配给我做鞋的份 就是 也和 你这个人学乖了 他真有耐性 说呀 我告诉你 你今天晚上为限 你快快给我滚出苏州府 勇士不忘丧亲缘 小子 小费 你还挺有的 说 我差别的 欺负的是一个书上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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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好啊 这些年 我在苏州城 还没碰见敢跟我还手的呢 没错 我真是寂寞得很呢 今天 你是真懂爷的心思啊 好 再交个朋友 来 别这 先别动手 我先打听打听 你倒个腕儿吧 甭打听 打听你心里是快病 你小嘴 你小嘴 快点点 这是素的 瞧见没有 就这位 光一张嘴 就让你翻船 齐 齐不齐的 你问不着 欺负一个卖鞋的 什么人也不行 阿英 在 把鞋收了 好 嗯 嘿 嘿 这 这 给我打 打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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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kry 放了 打是打 留在那些东西 别让咱们手碰到咱们的东西 打 真是幸会啊 能碰上に这么一个有主人 我觉得很晦气 这么好的天 怎么会碰上你这种人呢 给你脸不要脸 打得好 就应该这样 这种人 好 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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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嫩子 大印 你们接着 我们先走 瞧见了吗 瞧见了 怎么着 我的人来了 快 慢着 小姐 好好的 怎么一时街上搞成这样 不知道小姐在游街 有所惊动了 小姐说了 谁也别跑了 谁也别追了 散了吧 俊儿 走吧 快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弄成这样 快 快 你回来吧 你没事吧 我说怎么出去三个回来四个 我还以为你伤着呢 没事 我没事 有药没有 赶紧给他治伤 你看哈家这种人 我怎么能嫁过去呢 简直是蛮不讲理的粗人 小姐 你看他身段多漂亮 用扇子抖抖衣服 那些人全被他抖倒了 哪个他呀 我忘了 你看你看 当然是你的他了 你呀 你看 你看 我还没办法 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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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医 放点热水来 哎 啊 啊 来 好好的 咱们把人打成这样 没有王法 打扰得很了 今天先谢谢各位 小生还有事 要先走了 改日再过来筹线 等等等等 得上点药 伤成这样 不上点药怎么行呢 来 很快的 来 你呀 先别忙着走 这伤不可以不治 话也不可不说 我看阁下 你呀 像个读书之人 我现在这样子 还像个读书的人吗 你呀 在动手之前 还要用孟子的 至世不忘在沟河 永世不忘丧其元的话 来号召自己 那这样的人 他不是读书人 又是什么呢 但各位见笑了 于武一行 我 我实在是 只有挨打的份 谁挨打 谁不挨打这不重要 有骨子气 就不失为勇 既然是读书的 为什么不考功名呢 看伤的 孔子曰 名不正 则言不顺 现在这世道 还有功名可言吗 不说了 不说了 怎么个不正不顺 满汉不平 今天你们看见的这个哈六童 就是以幽满之法 想将苏州城内的汉人士绅 一一铲平的恶人 那为什么不告官呢 告官 慢说苏州之府诸国志 是一个深藏且油滑的藏官 就是上京城 告到皇上那儿又能如何 告到皇上那儿 也许有用 不会 您想 皇上也是满人 他怎么会想到替汉人说话 也许这皇上 他要为江山社稷说话 话是不错 理议很通 可是皇上他在紫禁城内 他怎么会像你我今天这样 碰到了哈六童 而后又在这儿来讨论满汉的问题呢 也许他能从紫禁城走出来 还恰恰他就碰到今天的事了 他不可能见到 从古至今 没有一个皇上能碰上今天这样的事 这位兄台 你真是比我这书生还书生 对 你说的对 咱先不说这些了 先洗脸 再喝粥 喝粥 对 喝一碗八宝粥 我今天怎么那么疯啊 我 你是小姐 不错 你这见了我的面 连句可求话都没有 他每次派个丫鬟出来打我两句 我还得老实实听着 天儿 大爷 你呀到街上去给我打听打听 这三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这 还有 把谭家给我封了 把他们给我抄了 让他们快快给我滚出苏州府 这 爷你放心 快 就这家 快进去 大爷 扔出去 把他扔出去 快点都给他扔到 赶出去 快骗死人 走 走 你干什么呀 你喊什么你 快走 你干什么呀 我们一家人是造了什么孽了 走 怎么 活也不让我们活呀 告诉你老太太 告诉你们家儿子 今天晚上让他滚出苏州城 走 儿 你在哪儿 我们可怎么活呀 天哪 你哭了 快起来吧 把这些人造成了 人造成的 三六九 一等猛人 二等色目人 三等北人 这四等人 才是男人 最后他没想到 他灭就灭在这四等的男人之手了 你比如说这碗八宝粥吧 没熬的时候 枣子 豆子 花生 桂圆 分得清清楚楚 一旦放入锅中 熬啊 熬啊 你我相混 你我相吸 你我相熟 熬好了之后再端出来 谁还分得清 谁是谁啊 这就是一碗粥啊 那在一碗粥中 这些东西难道还要分为三六九等吗 这与一个国家有十几个民族有什么不同呢 谁能说这碗粥只是枣子的粥 就不是花生和芝麻的粥呢 谁又能说这大清江山只是满人的江山 而汉人的回人猛人就没有责任呢 你可真有眼前抓物的本领 比喻的也生动 来 喝手 瞧人家一个年轻人啊 瞧着挺不起眼的 人家说的多好啊 万岁爷身边的大臣呢 也不见得能说出这种话来 你这是干嘛呢 他这些全脏了 没法卖了 刷是好卖呀 对 好好给人家刷刷 这样的年轻人 谁见了不喜欢呢 我拿什么来着 对了 拿小刹 拿小刹 原来用 早晚也不再这一天 咱们明天再来吧 走吧 哎 谁来 颜莫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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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德子 你把簪子鋪上 是 法印呢 你呀 纸笔伺候 好 三爷 我们都有活干 您干嘛呢 好 赵超红 在 我要坐在这儿 静等谈学士的这篇八宝周记 有没有 八宝周记 孤苏古城昌门东 西行二十步 由百年之老殿正元周铺 周铺以周闻名 城中老幼无人不知 而未尝其周者也 康熙四十三年猛春 周铺五米难以为计 换扁 将周字去米而存公 以事萧条 是日由北方过客 恰逢此景 慷慨将周铺盘下 坐五米之八宝周 所用料 凡豆早马果八样不等 是日由周而谈及国事 谈满汉一家 满汉平天下平等药理 以卖周之商骨 以落魄之书生 与乌鱼之间 望谈国事 实为一去也 乐而寄之 好 你说得好 满汉平天下平 你说得好 不过 乌鱼之间谈国事 实在是君子之道 药鱼之间谈国事 你怎么办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给咱们活路了 娘 爷 爷 三爷 这儿用不着您了 您还是喝茶 喝茶去 我总得干点什么 这么着 您帮法印拿云豆去 拿云豆 好 云豆来了 我看看 拿过来 我看看 错了 这是黑豆 牲口吃的 云豆是那种 长的 比这个大 带花纹的 自打开了这粥铺 我搅着自个儿又傻又笨 你不笨 得看干什么了 你去吧 法印等着用 快去 你去吧 小姐 您来了 那什么雅家 雅家准备好了 您看看 预备好了就行 就一个人的 就一个人喝粥 还不是正点 没上客人 拿着 给那客人送去 让他到得月楼吃鱼吃席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要不去 我去 我去 赶紧去 对 这位爷 您能不能不吃了 为什么 有位客人给您十两银子 让您上得月楼吃鱼吃席 好 那我去 你还挺能办事 来 这是五十两银子 今天这大糖包了 待会儿一个生人不让进来 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钱挣了 怎么都合适 我们这粥熬好了 是卖给喝粥人的 你不喝粥 把糖包了 那我们的粥怎么办 就是 好办 粥 我也包了 你放心 剩不下 来 六七雅家看看 那请吧 这十两银子是给你的 没他们俩的份 待会儿勤快点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说三得子 你怎么一见个女的就不会说个话了 你就没见过钱 说得对 我把最重要的事情 我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你们掌柜的在不在 不在 不在 到底在不在 不在 小姐 他在 人我没看见 说是在后面熬粥呢 你等着 我去看看啊 快 三得子 来了 小姐 您又来了 小姐 您又来了 小姐在这儿呢 小姐到 看她也不像个小姐样 感情是个丫鬟 快点 让她在后边多待会儿 没想到这豪州还这么有学问 要先放什么 后放什么 来客人了 来客人了 客人请坐 她跟前有凳子 坠儿 我们就坐这儿吗 不 咱们呀有雅间 来客人 来客人 三哪子 快来 不 你不行 小刀红过来 你赶快到里面去 问问人家客人需要用点什么 快去 快去 别急 我们小姐脾气不好 挑人 你过来吧 是 是我吗 对 把围巾解了 进去吧 不行 我们也是掌柜的 她没伺候过人 这么着吧 我去吧 不用这么着 就是端个粥 滴个水 说个话 什么的 她呀 能行 进去吧 问问小姐要用些什么 你看看这 随客人愿吧 随客人愿 来 赶紧的 进去吧 好好问问小姐要用些什么 去吧 你就不进去伺候着您 在里边 我就不进去了 来 咱俩聊聊天 反正也没有客人 坐下呀 哈哈 小桃红 这开的还是粥铺吗 我跟你说 你们这还有什么粥啊 还有那个 嗨 这 这是怎么了 粥早聊好了 怎么没人来喝呀 喝什么粥啊 都乱成一锅粥了 过来 您歇会儿喝口水 上边 席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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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好 来来来 给我 您喝口水吧 慢点 来 再喝口水吧 来 我拿个粥过来 接着 我来我来 接我 好 慢点啊 您再喝口水 您下来歇歇吧 不用不用 我说谭秀才 还以为有清官民主呢 草民如草 一点不假呀 您也甭谢了 这条街上谁没让谭家瞧过病啊 我们也只能帮您这一点了 大事啊 这还得靠您自个儿啊 是啊 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 就是 小姐请用 这是 八宝粥啊 佛家有八宝 你这八宝是什么呀 八宝中 有 枣 枣 是王安石说的 在石为美果 论财又良木的枣子吗 正是啊 正是 蜂包 墜珠珍 日科 皱红玉 就是这枣 还有什么 还有 还有莲子 城中淡上 麦莲房 为底西湖 泛也行 全折荷花 剥莲子 鹿为风味 木为香 你是个读书人 不 我是个卖粥的 真是卖粥的 真是 既是个卖粥的 就只有客人做的 哪有 对 你不是苏州人 不是 小姐看出来了 是 小姐 请喝粥 小姐 小姐 请喝粥 小姐 小姐 现在苏州 很难喝到 这等境界的粥了 小姐的意思是 苏州穷了 苏州穷不穷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 现在苏州 很少有这么下功夫 来做粥的人了 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 谁能说做这普通的吃食 不能显出境界来呢 小姐 真是好学问 对了 我忘了一件 何州的必备之物 带我速速取来 速速取来 您 您怎么出来了 怎么样了 这哪是何州 怎么了 他拿你怎么了 没 没怎么样 他这是考状元 我说一件东西 他就给你吟上一行诗 是句句有来处 还好 这枣啊 莲泽的诗句 我算读过 能接上几句 他要是问别的 那我可真是说不上来 三得子 过来 爷 您别急 您说 咱们出来的时候 全汤汁你带了没有 咱带那东西干嘛 咱不是为了那案 案什么 案祖宗的遗训开个八宝粥铺 什么都想打听 对 对 说的对 咱们出来不就是为了开个粥铺吗 您别一天的诗啊 诗啊 全都弄乱了 过不得那么多了 你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对了 关于粥的诗 你能记上两行吗 我有点招架不住了 我 我 这粥铺算是开对了 出来时的那股劲全没了 我们小姐熟读经书 慢说是个开粥铺的 就是来一个状元郎 也不见得怎么样 我想起来了 有了 您把那小菜给我端过来 我想起了一句与慢经有关的事 对 就是这慢经 不怕了 不怕了 我问你 你们家小姐是为了喝粥来的 还是为了笔学问来的 要么就是为了看人来的 你说对了 刀位 换马 什么事这么急 阿百里告急 北边俄国又生事了 费马 费马 半得子 这离京城还有几天的路 换好了马 两天 咱们先走 让他们在后面慢慢走 我们先走了 这儿 我们先走了 这儿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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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我顾兮养见 明爱卿 臣在 你有什么人可以举荐吗 臣已想好此事 非其将勒尔锦莫属 臣以为不妥 勒尔锦十年平三藩的时候 就曾拥兵半徒自反 此人不堪重用 那依你之意呢 臣举荐公鹏春 此人不妥 怎么不妥 就是不妥 勒尔锦 他能打仗 勒尔锦是懦夫 勒尔锦也能打仗 不 要公鹏春 不 要勒尔锦 他是懦夫 他能打仗 不 公鹏春写 三德子 奴才在 你把唐一德写的八宝周记念给他们听 沙 八宝周记 四日 由北方过客 恰是此景 慷慨将周铺盘下 做五米之八宝周 所用料 凡 豆 澡 麻 果 八样 不等 四日 由周而谈及国事 谈满汉一家 满汉平 天下平等要礼 小姐 我先去看看 家中逢饰观章十天 这您啊 谁也愿不成 不是写了吗 家中逢世 十天 十天就回来 他走 也不跟人家说一声 可见这眼里没人 人家不是说了吗 告白 告白还要人家怎么说 这又不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 那其中不是也有你吗 咱们回去吧 等十天以后再来 下雨了 下雨了 老爹爷 你怎么也这么对我们呢 娘 这怎么行啊 这怎么行啊 先到我家避避吧 不麻烦了 省得哈家又找您的麻烦 要找啊 怎么也是找 这人都折磨成这样了 那老天还不开眼呢 赶紧去吧 上我家避避 你去吧 去吧 我来照看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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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膳好了 您是现在吃呢 还是待会儿 走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 我拿顶的时候别跟我说话 去吧 出去 爷 您吩咐 这两天我也没问 谭家那小子怎么样了 我去看了门还封着呢 人出蘇州了 沒有 你倆倆在門口搭了個棚子住下了 混蛋 你們是怎麼辦事的 沒一個會辦事的牙醫 吃我的、喝我的 還竟蒙我 今天晚上找人放把火 把他那棚子給我燒了 那怕他 沒什麼可怕的 去吧 是 記住啊 換了妝去 別露出管大夫的像來 走 快 快 來人 快來人 找火 快來人 找火 快 快 快 找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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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水 快点 拿水 快点 拿水 快点 别动 快 谁是唐义德 快走 快走 你们怎么抓我的儿子 他怎么了 你们不抓烫火的人 为什么抓我 快走 快走 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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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这么快马加鞭的 像是有天大的军机要办似的 这不是往京里干 万岁爷惦记着周铺呢 什么惦记着周铺啊 惦记着周铺里的人 这次啊 我本不想再跟他出来呢 不出来 又心疼他 三德子 在 问主子饿不饿呀 刚问了 主子说赶路要紧 过了长州再说吧 这儿 连饭都不吃了 不知道饿呀 小塔火 咱吃 多吃 不吃了 不吃了 请问 这可是城坊街 在那边 谢了 老爷 万岁爷这是要找谁啊 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请问这位老伯 这里就是城坊街吗 不错 此地就是城坊街 这城坊街 有一个叫谭伊德的读书人 你们不像此地人吧 北方来的 跟谭伊德认识 一面之交 你们看见 这被封的家了吗 他连自己搭的棚子 也给烧了 是什么人给烧的呢 您跟谭伊德是朋友 我告诉你一句 得罪奇人了 是不是哈家 你既然知道我就甭说了 听说前些日子 因为卖鞋的事 本来是要帮他 倒给他添麻烦 您说什么 没什么 听说谭伊德还有个老母 那不 在那儿病着呢 谭伊德现在何处 抓起来了 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官家呀 你不放了我儿子吧 放了我儿子吧 他没放火呀 他怎么能烧自己呢 天下没这个道理啊 谭伊德现在被抓哪儿去了 当夜就抓了 抓到知府大牢里去了 烧了人家的房子 还说他是纵货贼 真是闻所未闻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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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呀 我们是冤枉的呀 官家 以为是朋友呢 看到遭难了 能接几个一二的 看来也是个怕事的 晴天白日 朗朗乾坤 不是亲见 谁又能相信 是 还有什么事 能比他更气人吗 是 走 万岁爷 生气也不能不吃东西呀 我生气也不是生别人的气 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 说你是个天子 可是你没有观音菩萨的牵眼牵手 你看不见摸不着 真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不平的事 就在你眼皮底下发生 一想到这些 我就觉得自己无能 这些事 万岁爷 您可别这么说 要骂 您骂骂我得了 不是您无能 是我们人手底下的人无能 起来吧 你们也是无能 这么半天了 也没替朕想出个好主意 主意有 把哈六同抓起来不就得了 那不倒成全他了 我若抓他 那就是清暗 造他一世不滥之名 再说了 他是个奇人 牵一发而动全身 抓他容易 你总得有个什么说法吗 要不别的先别管 先把谭尼德放了 对 那又怎么样了 有下文吗 有啊 他这么年轻 可以用他来做官 做的官比哈家大 让他反过来制止哈六同 朕现在身不在京城 谁来封他官 于世龙不就在左营吗 他是个钦差 还是像上次武连县那样 让他传道玉不就行了吗 钦差可以先斩后奏 对呀 一飞 这两次出来 朕真得好好谢谢你 咱们吃饭吧 这会我真觉得饿了 来来来吃饭 吃饭 你偏心 为什么不给我吃 救我 你 你也想吃 不是啊 你这辈子只有一个日子了 等到秋决那天 我他妈好好的伺候伺候你 他他妈一个江阳大盗 进牢子 他成了江湖大爷了 有酒有肉不说 我们这些人连干水都吃不饱 呸 给我 是他妈的江阳大盗 海洋大盗的 有银子吗 有银子 我也把你伺候得跟大爷似的 我要吃 给我 没有吧 爷 您坐上 我看看您的伤 好 好多啊 喝口子了 是吗 您呀 可千万别忘了抹药 我跟你说 您要是够不着的地方 您叫我一声 好 您坐 您坐 来 您坐 来 您也一块吃吧 别别别 我真的吃过了 您闻 还有酒味的 我吃过了 来来来 我给您蒸上酒 来 蒸上 蒸哥 最近外面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不见提我呀 事啊 也没多大事 听说是钦差于世龙要来 我估计啊 这府里忙不过来呗 甭管他 来 吃这鸡 我说啊 这是乌骨鸡 不好找 来 吃 吃的长鲜肉 长得快 蒸哥 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咱们处这么长日子了 你是希望我被放出去呢 还是希望我被问个死罪 呦 您可不能死 您千万别提死 您千万别提死 别说这不吉利的话 您活着 您得活着 活得好好的 干嘛说死啊 不过啊 我跟你说起心里话 我呀不想让您那么快就出去 怕我出去挣不着银子了 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呀 咱们相处了那么些日子了 这每天晚上没事坐在一块说说话 喝点酒 我是舍不得你 您 当然了 那个原因嘛 也有点 你放心 我出去 咱们照样有酒喝 有大把的银子花 你放心 那就太好了 李哥 我求你一件事 等巡抚于大人移到苏州 做了堂 你提我第一张状子上去 别的就不用管了 只要状子递上去 你这份大大的人情就算背下了 到时候 你这牢头也别当了 出去做个买卖 那感情好 不就是递个状子吗 那好办 我跟你说 咱们进出大堂 都不用敲鼓 跟进咱自己家 没什么两样 去去去 干什么你 哪有大清闹起来就化缘的 还没起呢 还没起呢 到别处去去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化缘是帮你积德行善 怎么要呢 再说了 我是不是说我是来化缘的 我是来行善的 你行善也好 化缘也好 我就不让你进去 谁说我要进去了 我告诉你 我还不能就这么进去了 你啊 你拿着这把扇子 让你们老爷看看 他请我进去 我才进去 不请我进去 我转身就走 行了行了行了 你是饿晕了 还是念经念糊涂了 去去办去 大胆你 就连你们老爷于世龙 也不敢这么跟我说话 啊 你知道我们老爷是谁啊 我不但知道他是谁 他现在干什么 我都知道 这扇子我接了 我接了 哎呀 这年头什么高人都有 谁知道什么来头呢 说不准 报 进来 外面何人喧哗 大人 外面来了个醒脚的和尚 闹了一个早晨了 为什么不轰走 他说他认识您 还给您这把扇子让您瞧瞧 你先回避一下 你先回避一下 快请 快请 你怎么还不去请啊 大人 他让您亲自去请 要不然他不进来 哦 当去 当去 快快 更衣 法音 于大人 三爷可好 好 有什么急事吗 有件急事非你办不可 那请 请 请 来 果然是高人哪 苏州知府诸国志听语 将您清差于世龙手遇 卓苏州之府 速将谭一德释放 另有所用 不得有误 此语于时龙 差官请坐 请坐 功务在身不做了 请府台大人 遵钦差大人御吧 差官大人慢走 不送了 放人 这粥怎么才来 真够慢 是 长官您放这 上个粥 客官您慢慢用 就来 您慢用 来了 让你们久等了 掌柜的 什么事 有什么吩咐客官 这粥怎么不是钱量的味儿了 是这样的 澳洲的师傅他有事出门了 这粥是我熬的 谁熬的 是我熬的 火大了 你怎么这么笨 连粥都熬不好 挺个好东西让你给糟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 不笨 不笨吃谁去 你看你这粥熬的 你还不难让我说 你 你也不难说话 别吵 别吵了 我看这样 今儿这粥 粥是没熬好 不过今天在我这喝粥的 我都一文钱不要 没 为了我们粥负着名声 大家能喝就喝 不要钱 不要钱 一文 一文 我说你们大家想给钱就给点吧 不想给就算了吧 你怎么说话 小小红子 上桌 上桌 咱们是一分钱也不给 你这是为什么 你不收钱不挣钱 咱们还像个开粥库的 你这是干什么 着什么急 你管着吗 你什么事 干嘛到这 吃得了吗 你管着吗 我都倒了 你管得着吗 您刚不是说不好吃吗 怎么还往里装 你们不是说不要钱了吗 吃不要钱 我带点就行吗 装可不行 让我带点 不行 你都装不可别人吃什么 这 我说 算了吧 也许他给家里 家里还有一家的人等着吃 你让我带点吧 我带点就得 装吧装吧 装吧 说是开粥库 跟舍粥有什么两样 哎呀 饭财主啊 饭财主 你家里要是有好几口子等着吃粥 那苏州城里的人都要饿死两遍了 你总是借了便宜 你舍不得走啊 走走走走吧 走吧 又是快走吧 六伯 他 他是苏州城里最大的土财主 叫范小宝 名字起得好 一辈子也饿不着啊 他 他有一家人要吃吗 那你问他好了 六伯 你不要摻我的台呀 你要是端着这粥给家里人吃呢 你就端着这碗赶紧走吧 哇 我是回家喂猪的 什么 这么好的粥你拿回去喂猪 太过分了 好心 也得用到好地方才行 大家都听见了吧 听见了吧 像这种人啊 就不能可怜他 你给我放下 今天的粥钱 别人可以不给 你要交钱 一分钱也不能少给 哎 洪伯 哎呦 你回来了 谢天谢地啊 我娘怎么样啊 哎 整天的哭 都有点糊涂了 我让他去我们家住吧 他非守着他那摊 说是要等你回来 哦 那我 娘 娘 您怎么了 你怎么样啊 我儿子没有点火 他 他给我 娘 我是伊德 我被放出来了 您看看我 娘 娘 你是伊德 你回来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这是 这是阴间吧 我们娘俩是在阴间地府见面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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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个叫谭依德的吗 这就是谭依德 谭依德接喜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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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别弄错了 别弄错了 不是人吗 不是我吧 我正跟我娘熬药呢 是你啊 是啊 就是谭依德嘛 就是谭依德嘛 这不会错 二报来了 二报 江南巡抚于世龙奉大清皇帝艾勋觉罗悬夜圣旨 苏州人士谭依德任苏州监察府都官正五品特辞喜报康熙四十二年 谢万岁 这就是谭依德 真是谭依德 对啊 娘 你得当官了 咱 咱们 你得当官了 不是在燕朝地府啊 不 娘 这是真的 岳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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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 这是不是怪了点了 怎么这么慌慌张张的 我想 我想 您说 这是是不是怪了 谭依德被刺了近视极地 还封了苏州府的督察了 我早知道了 您早知道了 那你还在这 那我该怎么样 我该跳井 早跟你说过多少次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可好 非把人逼到绝路上去 这 这 我这没想到 这小子背景怎么那么深呢 天有什么背景 一个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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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会 天底下 没有什么会不会的事 你就是没想到就是了 你算不过天 岳父大人 那您说 现在有什么办法 这连人的来头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法子 岳父大人 要不咱们给明珠大人写封信问问吧 只有这样了 我总觉得这城里来了鱼士龙的人了 你留点心 看城里什么奇怪的人 好好地访一访 我从不喝酒 可是今天 我不能不喝 说句终归要说的话 我很看重你 我 我只是个开中铺的 我看不像 您的粥 你过来 忙着忙那的哪有个完 过来歇会 你没看我这忙着呢 三得子 客人要毛巾呢 我就去 你慢慢歇着 几位来 坐这儿吧 来 这儿不能坐 为什么不能坐 你以为你是千金的小姐万金油 干嘛不能坐 这不空着的吗 坐 来 告诉你 我们家小姐可不是一般二般普普通通的小姐 我也告诉你 我们这粥铺更不是一般二般普普通通的粥铺 说得好 你们家小姐像不像小姐我们都见了 可我们这粥铺的能耐你们还没见着呢 那不是谭义德谭大人吗 老爷 快来看看 你看 让人抬着呢 都大宽了 停下 谭大人给您道喜 谭大人 道喜 恭喜 各位人 我今天功夫在身 改日再来 感谢 您帮您的做个好官 别忘了 卖鞋的时候 忘不了 别忘了 我给你却过伤 好 别忘了 当官做教的都是我们粥铺的朋友 那也什么了不起的 不说你不知道 说出来吓你一跳 当堂审案的是我们至妻 再见了各位林林 小姐 小姐 想不早了 该回去了 慢慢的问一句 小姐 去了人家的吗 去了 怎么样 家是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家 人是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坏人 那为什么要答应 你为什么问我这样的话 一个女子三番五次的找上门来 愿意谈试饮酒 难道你还不明白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在这么好的景况之下 你会说出这么杀风景的话来 当年司马向荣会问卓文君 你是逃婚的还是寡妇吗 没话 那就好好地坐坐 不是挺好的吗 你真不敢来苏州 不敢来搅着已经搅不动的水 你 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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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她欺负你了 她给你去受了 真是的 我到苏州 到底为什么来 没想到 来一趟苏州 直到自个儿 不会干那么多的事 不会端晚 不会熬粥 现在看来 连谈情说爱也不会 你哪会谈情说爱 从来只有别人爱你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想问您 您到苏州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也这么问我 刚才她就是这么问我一句 然后生气走了的 她这句话问对了 您到苏州干什么来了 唯有 监察大人请 知府大人请 既是监察大人点的这个案子 那么就由您来审吧 好 来人呢 带被告哈六彤 言告吴岳天 小民参见大人 大胆被告 见了本官为何不贵 我家乃皇上封的命官 岂有下跪之理 监察大人 他是朝廷命官 按法受命的过堂大夫 一要找人代理 二是要刺座的 没想到还有这种脏法 来人呢 来人呢 给哈管带次座 这 好 要做 哪有原告跪于堂下 而被告告告做的呢 一人也不能坐 好 坐 谢大人 吴岳天 在 你有何缘情 从容到来 本官与你做主 谢大人 小民逝去苏州 呈祖上殷德 挤着几块脖地 前些日子哈六童 买童人犯用窝竹法 将我父亲和全家戍口 抓而作奸 被逼而死 家产尽数 被哈家给霸占了 来人 先将被告打二十块再说 我看谁敢 官这东西 要么就不当 要当 就杆自当头 打 打 打 慢 府台大人 今天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阻止我审案 不是我阻止 是自古审案之法阻止 所谓审案 一是问原告不错 二要居审被告 三要引问人证 四要两告对质 五才可动刑 监察大人到现在 一还没有过 怎么就要动刑 最起码人证当问问 还要什么人证 我就由此遭遇 拿我当人证就行了 打 慢 那就更打不得了 你是审案的 于此事无瓜葛才行 你若有了瓜葛 就更不能审案了 你得回避才行 来人 退堂 退堂 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慢着 你们都别走 回来 哎 麦杰的 这官 是那么好当的吗 今天是素的 到了明天 就没那么便宜你了 哎 大人 五月天 你先回去吧 大人 小人几辈子的冤情 全托付给您了 我个人生死 已在所不惜 这冤仇不雪 死了的人也难明目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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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各位 今天没有生意了啊 这粥铺我们都包下了 回吧 快回去吧 连这粥铺都不让进了 什么事啊 这就怎么回事啊 这粥铺都包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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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粥铺您来了 谈粥铺来了 听见了 不是谈粥铺 是谈监察谈大人才对 那天您坐轿子从这一过 那叫威风 这也是关键 来 讲好了 包下了 闲人不许进 来这的人家是谁 一看轿子也就知道了吧 今天的粥铺不是你家包的 倒也算了 我不是非得喝这碗粥不可 是你家包下的 你不抬出什么名号来压人 也就算了 今天话说到这儿 这碗粥我是非喝不可 让开 来 来 请 别让我们进 我们也来 总不让我们进 您做事吧 来 坐这 来 好 坐 好 你想吃点什么 我伺候您 敢给他东西吃 怎么就不敢 今天东西我们都包下了 没东西了 吃什么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会自己再做吗 谭秀才 你等着 我用小锅给你单做去 比法印熬的还要好 还要香 不用废事了 今天我就非要吃它大锅里的 别的我还不吃呢 别的我还不吃呢 要不 换个法子也行 他包了 他就得包吃 一口也不能剩 他要是都能吃了的话 我就是饿一碗上 也没关系 好好好 我说谭大人 您可真有点 怎么样 这个不讲理的本事 不讲理 我今天才遇到的天大的不讲理 去 去 跟我乘舟去 不行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你 这么说 你也是从小就没了娘 三岁就没有了 比我还早 你也 我八岁没了爹 十岁没了娘 你比我还苦 我还好有个爹 听说当今的皇上 也是从小就没了爹和娘的 受苦的人好知道尚进 你见过皇上吗 没有 想见吗 不想 那为什么 我只想过得平平常常的 能有一个相爱的人 厮守终生 我也就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我 你也不先打听打听 做尽点赵子的是什么样的人家 那可不能摔 许论 别掺和 跟他比你摔 盘子有的事 摔 有能耐你就摔 你根本就不敢 你 你是关下什么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许你喝重 就不许别人喝重 你算个什么 长得一点官吊 就是 就以为天下就是你的了吗 别别别 告你 这天道从来是邪不压正 谈大人 这怎么了 小姐 原来以为你好爽大度 饥饿如愁 没想到你开了个粥铺也这么势力 一个小小的粥铺也勾结了官 我 我 什么 攻击官府了 他这说谁呢 说我呢 我是朱知府的女儿 那我们 算是认识对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坠儿 我们走 小姐 这 这 这是怎么了 爷 人 人来了 我跟你说 这是咱们苏州城有名的写状子第一 吴氏芒 来来来 无宋时 师爷您请 您坐 您坐 我跟你们说 放心 这什么事都没有 到这儿来就跟到咱们家一样 您呢就踏踏实实的说 您呢您就踏踏实实的给他写 您好 你们先忙着 我去准备点酒菜 您去 您忙 问你一句 那老头是你的亲亲呢 亲亲 会这么好吗 您请 那不是亲亲 他怎么会对你那么热情 这个呗 现在呀 只要有钱 那什么事情都能办 我去 儿啊 歇歇吧 都剁了三斤了 娘 您怎么还没睡呢 您可要注意身子呀 哎 当官啊 就要当好官 个人家里是小 道理是大呀 娘您放心 我想过了 不做便罢 做就要与贪官作对 反正这官也是白来的 当不成了就不当 哎 我觉得挺蹊跷的 梦一样的 家败呀 倒不能再败了 怎么平白 掉下一顶官帽来 想不出来 没有道理呀 封谭一德的手谕是谁封的 爷爷 我打听清楚了 是钦差余世龙余大人 通了 通了 一定是城里来了生人了 来了余世龙担人了 这位爷您慢走 您再来 来 您再来 落叫 几位里边 吃吃吃 您哑字吧 就做大堂吧 大堂热的 好 这位爷您给让让行吗 得得得您坐 这位爷 您是喝酒还是喝粥啊 好 先不忙 咱们是不是认识了 认识 您瞧我这脑子 您是 管代府的哈六童 哈六童 哈六童 如雷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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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罐您要喝点什么粥啊 那位 是不是你们掌柜的 对 把他叫来 陪我喝两桌 这事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他这人脾气不大 不爱喝酒 喝了就爱骂人 怎么样 我去跟他商量商量 去吧 好酒好菜尽管上 是 不是 我 我是 我 我 请了 你不是奇人 我怎么看着像呢 这奇人能一眼看出来吗 你不是奇人 那也是京城来的 这是怎么说的 您看您看您上的绣活 那是北京正义顾香庄绣活 您再看您脚上穿的这双鞋的鞋面 那是前门外洪德祥布殿的那德国卿 您再看这帽子 那是非北京城莫属 这万德帽殿的帽子 你不是也带着呢吗 不错 你这样一声到苏州来 这不是眨眼吗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来了 小姐 小姐 你真要跟他私奔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了要跟他私奔的 你要走也不要紧 不过你一定要带上我 哪有的事 我收拾东西 难道就是为了私奔吗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哈家是满洲正皇旗 我祖上是叶和布贝勒金台式的直孙子 和当今的皇上万岁爷还占点亲亲的 几代的公臣 几代的公臣 要不然怎么能到这苏州这么好的地方来当差呢 是亲戚 留在京城里不是更好吗 潜见 那京城有什么好待的 天子皇城底下 放个屁都能传出雷声来 弄不好啊 你不干坏事 有谁来杀你头啊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我说你是真不懂啊 还是跟我装糊涂啊 当官呢 就不干坏事呢 你不干坏事 一个开粥铺的 能穿三百五十两一身的行头 鬼才信呢 你啊 必是干过坏事 来喝酒 我一进门啊 我一看你这是衣服 我就看出来了 干坏事 能从这衣裳上看出来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要是个当官的 那必是个当官 我这个人呢 就从没走过眼 你一曲人往往会把人给看错了 一分也看不错 比如说你吧 你就是于世龙本人 我也不怕 不是我今天喝多了酒才这么说 实话告诉你吧 当今的格老明珠明大人 就是我的近亲 看了不 看了不 我这儿 还有他刚刚给我的一封信呢 这说的还是远的呢 哦 还有近的吗 有啊 这苏州府的知府 朱大人 知道吗 我就是他喂过门的女婿 你说什么 朱大人他有几个女儿 就一个呀 我就是云桥小姐的夫婿 怎么 难道有什么不妥呀 那天那事儿是我不好 可谁知道那个信谈的敢发那么大脾气 全是老板娘和那个小桃红给窜斗的 害得你们也 我们哪有什么事儿啊 我生气 是因为他知道我是知府的女儿 知道有什么不好 知道了不是更好吗 坠儿 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告诉你吧 有一种男人 知道了你的身份之后 一下子就变了 有的会攀容富贵 那该有多俗啊 可他早晚得知道啊 宁愿他不知道 还有一种男人 知道了这事儿后 会对你敬而远之 这么一来 原本是两两相像的事儿 中间家见了一个做官的爹 那还有什么味道 哪有那么多的说头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还能赖上有个爹啊 又不是做菜 要那么多味道干嘛 你这是说什么 你这是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缴了你的局 想陪你一个呗 陪一个 你以为是摔了一个碗 想陪就陪 这怎么个陪法 咱们不去那个八宝粥铺了 铺子里的人都是宝 咱们去归室园 那有花有景 又好作诗 味道又好 你啊 倒挺有心计的嘛 当丫鬟就得当好丫鬟 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丫鬟就是胡娘 可谁知道 他是不是那个张生呢 走吧 扶老爷上马 累啊 他怎么不让我上 走 扶老爷上马 老爷 您先给我们俩钱 先把我们给喂好了 再把马喂饱喽 好好的驮着您 给您开道 让您去上堂 对了 都听说这个 阎王好过 小滚难缠 今天我算是领教喽 你们呢 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不错 我今天是做了官了 可没听说过 做了官就不能走路了 我自己走着去 老爷 您不能走啊 您走我们吃谁去 您爱吃谁吃谁去 快快快快 快点吧 快点快点 我撞起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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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我见得里面 谁敲堂鼓 警察大人 您这会儿才来 等了您半天了 刚散了 一个偌大的苏州城 一天有多少事要办 这日子才一干子高 怎么就散了 公堂 公堂 不办公事还叫公堂 乱哄哄的成何体统 站好 堂下何人击鼓 带上来 不敢劳动 我自己会走 知府大人 请了 监察大人 监察大人今日升堂晚了半个时辰 本官实在等不了你了 这会儿击鼓又为了何事 击鼓 为了升堂 这堂我升过了 升过了 升堂为了什么 办公事 那今天办了什么公事了 因为等你什么公事也没办 那就与没有升堂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要再击鼓升堂 你来晚了 李还在你这边 胡搅蛮缠 吴岳天告哈六同一案 还没有了结 哈六同派家丁火烧城房街一案 那些没了房子住的人 还在风雨中煎熬 城西的欺诈案 城东的命案都还没有线索 我们拿着国家的俸禄 办公事就这么办吗 来人呢 在 把城房街纵火案嫌疑犯 李二捉拿归案 慢 为什么又要慢 能不能快点 监察大人 你说的话头头是道 你年轻又心上任我不怪你 话能说是不能这么办 我问监察大人为什么拿李二 他放火烧了老百姓的房子 难道不可以拿他吗 你当场抓住了吗 月黑风高 没人拿住他 但一定有人见到了 一定有人看见了 好 带上来 慢 百姓怕豪强 没人敢来 我的监察大人 李二也好 王二也好 就抓不到 什么 但是此情果是 你看见了吗 我 要是你看见了 这个案子只有我来审 嗯 嗯 嗯 啊 谭秀才 谁都有不高兴的事 这世界上 生下来就不高兴的 是我们女人 嗯 那孔夫子不是说吗 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 嗯 嗯 由此看来 生为女人 未出事前 已经就被这句话 打入地狱了 嗯 是 嗯 嗯 嗯 主子 哎 没事 您别再喝了 叫您劝谭秀才 您怎么倒喝起来了呢 没事 没事 让大姐姐喝 我陪她 嗯 哎 还是你们男人好 男人有权利呀 外可以做官 那又要当爷 说是娶妻生子 那娶妻 好像就是为生儿子用的 娶完一个 不妨再娶一个 那天大的事 也没有谈情说爱大 嗯 出来了 说是私 私相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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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私相心切 明明是相思心切 嗯 下回啊 我再也不跟着她出来 哎 这话又说回来了 不出来 又有什么用啊 这深宫大院 哎 不 对公公大姑子 公公大姑子 哎 有公公 还有妃子 哎 不是 那个 妃子 那酒的杯子 那酒的杯子 杯子 杯子 那个 您后面咱后面歇会儿 你别急啊 所以 贪老弟 我说你生为男人就是幸福的 再者 你做了官了 就能为天下人做一两件好事 嗯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该斗斗 该斗斗 该征征 朕做起来 当个好人 做个好官 你说的 说的可真有豪气 天生我才 必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我不斗争 谁斗争 我不卫明深渊 谁卫明深渊 说的好 你这个姐姐就是好 来 喝 喝 主子 主子 你不能再喝 别管我 都喝上什么样了 我已有秦敌之妙法了 哈哈哈哈 主子 我主子 没事 没事 我这才喝多少 是 这一个醉了 这一个呢 疯了 怎么半天了 也没人招呼我 怎么开粥铺呢 还是开尖头店 您就先别添乱了 您没看这乱成一锅粥了 不行 得有人伺候我 等 我来了 您是要吃 还是要喝 还是 你是谁 我来那么多回 怎么没见过你 是 我是后边熬粥的 现成的 热乎的 你 等会 我们先不喝粥了 我先问你们两个 你们掌柜的 他在哪 掌柜的 去了个叫龟石园的园子 什么 去了龟石园了 胡说 怎么会是胡说呢 一大早 一大早 我给他送去的 怎么会是这样 会 三得子 快 忍住 我唐不出手 你按 恰呀 我看明日这个事 就该开锣了 行了 我这是在哪儿 告示告苏州百姓 本监察为访民之冤情查官之劣迹 即日起 每日开发 接待前来告官诉冤之人 所诉之冤情 必异议记录在爱 所举之官 待证据足使必已查办 此目监察谭义得 你们哪位要告官呢 告什么官呢 自古官官相护 官告官还差不多 明告官怎么告得通啊 你们谁告官呢 自己倒霉 嗯 算了 算了 这苏州城 又不是你一家人在受苦 这三官呐 不是那么好办的 哎 那也不见得 这不写着的吗 证据足使必已查办 你们不告 哪来的证据啊 是啊 是吧 哎 你们谁告啊 哎 要告啊 你去告吧 告赢了 我们大家给你立牌坊 我告 大哥 我问你 这告官 有没有写状子呀 不用写 去了就告 这咋 那我告去了 去吧 告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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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一个开舟铺的会老老实实的做买卖 没想到像这样的浑水你也敢搅啊 我每次见到你 你都在出手打人 可惜啊 每次都是这么好的天 你不觉得你这个人让人败性的很吗 哎 打他 我打的是轻的 我就是要了他的命 也在情理之中 他欠我的钱 这苏州城里到底有多少人欠你的钱 你的钱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我想让他欠 哎 他就欠 哎 苏州城才有多大地方啊 江山大不大 哎 再大 那也是我们满家的 我看满人中药都是你这个样子 当年怎么进得了这个官 你没资格跟我说这话 我找你有别的事 真他妈的 耗子敢到猫碗里偷食 吃星吃到大爷我头上了 我今天立毙你于刀下 大大主 慢着 你当街把那一个姑娘来要挟我 这种价我不打 你把人放了 少他妈给我摆出一副怜香惜玉的样子 放他算什么 今天我还要当着你的面 一键挑了他 俊儿 小姐 你去哪儿了 我一出了周朴就被他们绑来了 别哭 哈六童 在 你是我什么人 你竟敢把我的丫鬟坏我的名声 你 你还不快离开这儿 我是你什么人 你心里最清楚 今天的事不在你 在于他 小姐 既然不高兴 此事容我以后再解释 等等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以后了 也好 走 走 走 小姐 你流血了 小姐 没事吧 快点儿 放开 快点儿 走 快点儿 快点儿 走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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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波 大人 有事吗 您都两天两夜没睡了 可是呢 到现在一个举报的也没来 您去睡会儿吧 两天了吗 两天了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难道苏州城中 就一个有血性的人都没有了吗 也不是 哈家派家丁把住了路口 来一个打一个 两天打了十几个人 根本就过不来 暗无天日 什么叫暗无天日 什么叫暗无天日 这就叫暗无天日 洪波 在 我们可有家丁和他们对打 没有 我们为什么没有 我们没钱养不起家丁啊 世上有多少时候钱是用在正义上的 又有多少时候 又有多少时候钱是帮凶啊 君子不爱钱是句多么简单的话 可此时我真是无力说出啊 我这罐儿 我这罐儿 远是稀里糊涂的当上的 但我可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当下去 我没钱 但我有性命 我拼命 也要铲除这苏州的恶霸 一副民心 说得好 三得子 来来来 三得子 有什么约 快快速来 不是 是我们老板娘 您得赶姐姐 看您这几天没上我们州铺喝粥去 让我给您送粥来了 姐姐还这么想着我 可我这官当的还有什么脸面去铺子里喝粥啊 三得子 你能想办法找些人来吗 会功夫的 咱们和他们对的 这世道光有礼也不成 这好说 咱们还是先喝粥 也好 喝粥 喝粥 没想到 你还真是个烈性女子 千万别负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那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救个人也行啊 情这东西 细想起来 有时候能救人 但有的时候 也能害人 你太细弱了 佼佼者一巫 谁来呵护你啊 舍你其谁 你是谁 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现在不问了 今生你我 能有这一回 我已经知足了 别负我 别让我知道 你负了我 岳父大人 我说 这人呢 越快去越好 我说 为什么这么急啊 我丢不起这个脸 要不然呢 我就带人去 把那个周铺给烫平了 你说是 咱们一个周铺吧 不起眼吧 自打他们来了以后啊 这苏州城出了多少事 那才不能动呢 怕什么呀 这您怕什么呀 还没到拼命的时候 谈不上怕不怕的事情 是值不值 不是说 虞世龙要来了 不如等 虞世龙来了之后 咱们再说 虞世龙总说来 可他总在 苏州边上转悠啊 记住 那个周铺 你千万不能惹他 他不是个蝎子 更好 要是个蝎子 早晚得露夹子 快点快点 快 快点抬 快点去见 去见钦差大人 换人 能不能快点 这样去见钦差大人就得明年了 好好的 去见钦差干嘛 当大人没有个当大人的样 你就不能等着他来见你 好了 歇会儿 马累了 马累了 知府去见钦差大人了 我为什么不去 上个面来的官都是光听不看 他都把话说完了 我再去还有什么用 快走 不行 快不了了 咱们能比过诸国志的八台大轿吗 跑起来不停的换人 我看反正也赶不上了 我看 这咱们不去也行 是你当官还是我当官 你当这窝囊官 让我当 我不当 你不去算了 我一定要去 翻山超级落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我赶不上他们 你说 你没见过你这么当官的 人倒是个好人 可不会当官 你自己先回去吧 连伤的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站住 干什么去 要是到这铺子里取皮吧 回来 不能去 谢谢你 就在这 走走 去去就来 快去吧 您来了 您坐 这不是柳伯吗 是柳伯 我以为来客了 我要不是说我来取皮吧 他们不让我过来 慢说是喝粥了 就是路过都难了 天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 奶们还让不让人做了 老百姓也是 你好歹他进来一个 省着和尚 在后边熬了一锅粥也没人喝 没人来不是清静吗 柳伯 我帮你吧 不用了 这粥铺终究不是一个常开的样子 走吧 柳伯 开不下去了 我们就关 不关 也不是那么好关的 你的事还没有做完 怎么能关 那我 我能有什么事 我们到这里来 开交铺 对 不像 打从第一天起见了你们 我就觉得不像 你这心里头一定有大事 大事 是啊 大事 早上他给忘光了 我怎么就让人看着 他心里有事呢 我告诉你 你在这粥铺里 一不算账 二不问账 三不结账 不熬 不端 不扫 你这样的人 不是做大事的 难道还是做小事的吗 你来苏州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啊 你这心里头 一定有一件大事 我在铺子里做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呢 可你这样的人少见 从面向上看 你是非凡哪 可惜啊 我换另一家茶楼了 否则的话 一定看你个结局了 万岁爷 咱这粥铺还开不开啊 开 也开不了几天了 我看啊 再将就几天 咱们就离开苏州 那 那案子呢 指望那个谭义德 也指望不上 再等等吧 就这两天 还等 这事不是已经挺清楚的了吗 啊 朕 有难言之隐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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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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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别这么藏藏噎噎的了 我都不生气了 你还生气呢 我问你话呢 啊 啊什么呀 难道还有我给你赔不是吗 不是 我是生自己的气 哪有丫头生小姐气的 你生的气呀还算少吗 我从小就被买进来 跟小姐一块长大 以为跟小姐多亲热呢 小姐疼我体贴我 说是个丫头 其实跟姐妹差不多 这倒是真话 结果呢 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怎么一回事 小姐根本就不跟我贴心 明明自己有了安排 还扛我去送信 重色轻油 坠儿 有些事 就是两个人的事 再说了 她那边的人 不是也要吻一吻吗 哪吻得住啊 我都快被人吃了 出来还被哈六童绑走了 那真是委屈你了 那我这一件呢 算是给你赔的不是 小姐 你疼不疼啊 你现在才来问我啊 疼也是我自己的 你呀 一点也不知道 心里甜也是自己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个小人精 还会说风凉话呢 我自大小时候看过西香记 就一直想扮个红娘 因为我是丫头子 能当一个红娘 该多好啊 哎 没想到后来没当上 这两天啊 我也想通了 怎么个通法 干嘛非当红娘啊 以后咱们的事啊 写成故事 叫个什么什么周记 还不是跟西香记一样吗 背不住啊 还有人想当锥呢 是 还不是那伙子为人写出来的 有人写啊 我就能活 别臭美了 咱过的是日子 又不是过的小说 想的那么美 您不是见天的过小说吗 好了 闲话不说了 我呀 把你帮我送点东西去 又送东西 我不去 我不能去 我也不能去 我不能去 昨天老爷还把我叫去骂了我一顿呢 不行 我不去 你看看你 多不听话呀 要是给外人看见 还以为你是小姐 我是丫头呢 那也是你惯的呀 行了 别闹了 这有一包东西 你帮我带给他 还有这封信 好吧 什么好东西呀 这么多好东西 小姐 你全都给他呀 别问了 你都帮我带给他吧 你就不怕 他全用了 就是给他用的 让他以后别开周铺了 回到家之后 好好读书 考个功名 我等他 嗨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都等 那哈六徒那边怎么办呢 誓死无嫁 这药 爷 药呢 您稍等 爷 这药是银南苗家人的一步道 毒的厉害呢 好 越毒越好 药的就是厉害 把灯拿来 爷 拉出来了 真是一步道啊 朱大人请不上啊 哎呀 转严二十余年了 宇大人哪 我们同科现在还活着做官的 已经不多了吧 大概有数 没有细算 总不在十五名之外吧 当年是明珠 明大人间的事 我们齐齐到府上去拜师 你还记得吧 记得 记得 我来去苏州 也有三个来回了 苏州府 也有明大人的至亲 你可知道 我没听说呀 哈冠代哈六同 是明珠的子侄之辈 人很能干啊 哦 请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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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食物 此案大多是江苏申士 纠集刁鸣诬告 无实可言 你们新监察 谭大人怎么看 我正想问你此人的情况 他当官实在是 干什么 去 快去禀报 钦台于大人 就说苏州监察谭一德求见 钦察 在哪儿呢 在下便是 你 去 滚远点 装什么不好 偏要装官 上回来了个和尚 土也大得不得了 但是他不敢说自己是个官 你看看你像个官 官有你这样的吧 你看 当官的什么 当官的 瞧瞧刚进去的朱大人 有八台大轿 有前后的护从牙翼 有官服 官帽 官靴 有官一样的眉毛 官一样的脸 官一样的 我也有 你也有 在哪儿 没穿 那穿上 快点 越来越以貌取人了 还真穿上了 那当然了 大人 还真有 这些日子稀奇事多了 大人 您原谅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中军 还是头一次见您这样的官 您在这等会儿 我马上去报 去吧 快去 报 小桃虹 把那张画给摘下来吧 哎 桌子往一边归拢吧 落起来 哎 明天 叫个打小鼓的 给估个价 钱卖给他吧 我看别卖了 原物 再送给那州铺的老板吧 这也是个百年老店 让他接着开吧 苏州的事 还要在苏州聊 对 万岁爷 私访不成 干脆就明访算了 哎 干脆 您下到旨意 把诸国志哈六同抓起来不就得了 哎 若只为抓两个三官 那何必劳朕下来呢 可有些事 您不下来 还真不成 哎 当年 我们满人进官室 连冰带家眷不过二十万人 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指着二十万人 就是金子也把你给画了 满汉平等 满汉团结 当是国策 此事要不弄清 朕不回去 爷 怎么弄得清啊 一个谭一得 倔得不得了 诸国志呢 滑得不得了 那哈家 连证据都没有 得了吧 咱还是回吧 哼 不 哎 有些事 我若是想通了呢 就一通百通了 哈六同一仗自己是满人 二仗宫内有依靠 三籁有极为不公的逃人法 将苏州的士绅冤死逼死的不在少数 苏州 苏州 你总说我是当事人应当回避 其实你才是大大的当事人 哼 我听说 你已经与哈家联了亲了 你 你怎么能把这家事也拉到这儿说呢 钦差大人哪有功夫听你说这些事啊 中国之事 最为微妙的就是家事 贪赃王法的人不都是以家为事吗 他们什么时候想到过国 那些行贿钻空子的人不也都是走家创户吗 钦差大人 我不必猜 我虽来晚了 但是刚刚朱知府跟你说的一席话 一定是在为哈六同开拓 他说的国事其实就是他的家事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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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也就放肆了 我是为了苏州一府的人 为国之正理 放肆也是有胆可放 你诸国志还绝不敢这样做 潘大人 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慷慨之士 百无一用是书生 别人可说你无用 你自己可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无用的人 当说则说要真能做到十分之一 也是国之幸胜 也是国之幸胜